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我们不看字的话 我们就搞不清楚 间谍这两个字是哪两个字 是spy那个间谍呢 还是其他的 有任何其他意义的间谍这两个字 但是我们一看就知道 间旁边有个鸟子 蝶旁边有个鱼 所以这两个字呢 其实呢就是讲到有一种的鸟 叫做比翼鸟 一种鱼 叫做比目鱼 其实就是指出这个东西说的 所以呢 接着这一根鸟 接着这个鱼呢 就形容夫妻之间的那种相爱 夫妻之间的那个关系 那今天早上我已经结了 我跟师父我们结婚已经54年了 那么今年如果到了我们12月的时候 是我们结婚55周年 时间过得好快 但是更 应该怎么说 更可怕的 就是我们在55年前 做了8年朋友结婚的 那你算一算 55加8是多少 60多少 63 那你看刚才那个 那个长导就提到说 你们知道你不是几岁吗 有时候63 难道他跟你师父认识 是在两岁三岁之后认识吗 那真是两小无猜 两个人青梅竹马 还要占年轻 事实上不是 那么为了让大家不要 能够在聚会的时候 能够好好的专心 不要分心 因为我怕我一面讲 你就一面猜 到底这个人几岁 然后拼命 那55加8 然后到底要加多少 我告诉你们 我跟师父 我们两个人 今年就77了 77了 那么今天早上 我也特别提到 当我告诉人家说 我们76 77的时候 有一个老牧师 就非常有负担地 抓住我的手 就说 李牧师 我要为你祷告 你知道他怎么祷告吗 他就跟上帝讲 好像上帝 不知道我是77岁一样 他就跟上帝讲 说上帝啊 李牧师已经77岁了 那很好 讲77就好了 然后呢还要加一句 不轮不累的话 他说李牧师77了 四摄五路已经80了 哪里这么算 哪里原来还可以四摄五路 所以我今天早上讲 一提到这个80 我心里面就很 非常非常的沉重 因为我就马上就讲过 摩西在诗篇90天说的 记得吗 摩西告诉 这个 就是参考他祷告 后来读他早报的这些人 就告诉他们说 人活着可以到70 若是强壮可以到多少 我才77 他就把我放在80 若是强壮 我的大县 是到80 但是感谢主 今天早上解释过 因为那句话 对摩西来讲 不许听到的 而且那句话到80 是指着他一生 80年的岁月 一个很简单的 一个写照 因为后来他就提到 三个四个字的话 第一个说 我们就是老苦愁烦 转眼成空 如飞而去 所以那是摩西 在那80年的时间里面 虽然他活在皇宫40年 虽然他的旷野 有40年的时间 那么回头看这80年 不过就是用这三个四个字的 这个描写来描写 他过去的80年 他人生的改变 是从80岁开始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任何一个时候 都可以到我们的生命 有个转捩点 刚才我们听见 大家一起在唱 一声爱主 一声跟随主 一声敬拜主 一声奉献给主 我就想到 有一首诗歌 很熟悉的 叫用我一声 我相信很多人 都会唱这首诗歌 当我那次在唱 在用我一声的时候 我周围一看 都是一些年轻 我说对 今天跟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 这首诗歌 是对我们很有帮助 很有提醒 一声在主的面前 被主用 但是想想自己 七十七年过去 我一声还有多少年 所以我不敢唱 用我一声 我就偷偷地 反正改了一个字 大家也听不出来 反正唱歌 大家就有这样唱过去 我不许唱 用我一声 我唱 用我余生 你们怎么懂 我没有多少年 我剩下的年岁 我还是用废主来用 所以用我一声 用我余生 那师父在旁边听见 他就突然说 你既然可以改 我也可以改 因为从我们五十五岁开始 上帝呼召我们 让我们两个老夫老妻 有机会到泰国 背部的山地 所谓的金山脚的地方 缅甸 泰国 老挝 或者叫做辽国 那么在那个地方 贩毒的区域 我们在那里学习 跨文化的宣教的工作 当我们到那里去 学习画文化工作的时候 那个 你师母上山下山 不知道摔了多少跤 我们这些 在都市里面惯了的人 走在那些山地 一不小心就滑倒 一不小心就 就要滑到 这个深谷里面去 而经过了几次的摔跤 他的脊椎就摔伤 脊椎就摔伤 亲爱的吉兄姊妹 我们要为薛教士感谢神 为薛教士祷告 他们就是为了福音的缘故 到了许许多多 我们常常说 人不是很喜欢去的地方 当我在唱 当大家在唱 用我一声的时候 当我在唱 用我余声的时候 他这个时候 又摔了那么多跤 他已经常常告诉我 他说 他说 我现在已经不是人类 我是爬虫类 每天 他从床上 要到洗手间 他是爬坐到洗手间去 所以他改了 当大家唱 用我一声 当我在唱 用我余声 他唱 用我缠声 他愿意把他的缠声 获取给主 感谢主 今天你看到他 等一下他到台上来 他可以 虽然不能说 剑步如飞 我们看到他 能够行走 弟兄姊妹 这是神迹启示 这是上帝所做的工作 当我们讲完一声 余声 缠声 有个太太突然 散会地说话来告诉我 我说李牧师 大家上用我一声 你在上用我余声 你的太太上用我残声 他说我也要改 他说你要改什么 他说用我先生 因为可能每一时候 我讲这件事情 大家都会笑 但我心里面 非常非常的感动 今天上帝所要的 就是 间谍请生的福 不许单身相爱 而是能够在相爱的里面 一同侍奉主 上帝今天所看重的 不只是我们个人 跟他的关系 上帝更看重 我们的家 跟他的关系 所以在使徒宣战 十六章告诉我们说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家 不必得救 亲爱的弟兄姊妹 虽然我们今天讲的夫妇 我盼望 使徒宣战十六章 三十一节 在现在 提醒我们在座 使徒宣战的弟兄姊妹 我们的家人 我们所爱的 我们所想念的 我们所孝顺的 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兄弟姐妹 他们今天在哪里 是 我们要向全世界传徒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家 都必得救 不只是如此 在约束耳机二十四章 有一句话 也是讲到个人 跟家的关系 约束耳到年纪很大的时候 你知道他们说几岁 我不太清楚 因为在 在这个 约束耳机十三章 第一节的时候 突然有一句话说 约束耳年纪老迈 这是写约束耳机的作者讲 说约束耳年纪已经老迈 然后同样一节圣经 耶和华神对约束耳说 约束耳 你年纪老迈 所以真的这个应该是年纪老迈 对不对 但是他后面说 你年纪老迈 但是还有许多位置之地 虽然年纪老迈 你还是要在主的手中 被主来使用 后来我就在想 到底 那个约束耳机十三章第一节 那个年纪老迈的年纪到底 约束耳机那时候几岁 对不对 约束耳机一共二十四章 从中间切下去 前面十二章 后面十二章 刚好把它分成一半一半 前面十二章是讲到 约束耳机带着以色列人去打仗 后面十二章是讲 约束耳机带着以色列人去分地 把打仗得到的那些地 然后按住他们不同的支派 分成一些他们所占有 他们可以生活 他们可以在那边耕种一些地方 那这个位 到底他耕地或者说分地 到底花了多少时间 我们就看 到了二十四章最后的时候 约束耳机说 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毕竟侍奉耶 我说了这个话没有多久 他就离开世界 他离开世界的时候 他几岁了 圣经告诉我们说 一百一十岁 一百一十岁 那十三章第一节说 约束耳机老慢 到底这后面这十二章的圣经 他们分地分了多少年 弟兄姊妹一共分了十年 所以换句话说 一百一十岁 扣掉十年 在约束耳机 第十三章第一节 这里所说的年纪老慢 是他一百岁的时候 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在这里 没有一个人有资格说 我年纪老慢 不是吗 但是感谢主 中文翻译得很好 说年纪老慢 没有讲到年纪老朽 很多时候到了老 没有用 但是当我们讲到老迈的时候 圣经提醒我们 他要继续到年纪老的时候 他要向前迈步 这是我们中文翻译的 非常非常非常美的一个字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 他最后到学会说 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所以当我们提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正是在主人面前 很认真 很严肃地 来看我们家庭的生活 刚才雨荣长老提到 我们中间有已经结婚的 有正要结婚的 有还没有结婚的 但我们今天晚上 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思想 这个题目 对我们彼此有提醒和帮助 这个题目可以写一本书 一个晚上不可能把它 完完全全地讲完 但是我今天晚上 我要跟师傅一起分享一些 我们非常实际 在夫妻之间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交通的 这样的一个管道 我们怎样能够在 说话的这件事情上面 我们让弟兄姊妹 一同来思想 一同来反省 来一起来检讨 在还没有继续讲下去之前 我想就请师母 既然这个相片 刚才那相片 是夫妻两个人的相片 那没有道理 只有一个人在台上 对我们现在请师母到台上 来好不好 来请看 我们两个人加起来 77乘2 就知道我们今天是多少岁了 从今天早上开始 一直到下午 那么我们在学校 在这个AIS 那么我们有一个教会的 一些核心同工的一个聚会 那我们今天下午 有特别提 今天上午第二堂 特别提到这个 跟这个夫妻之间 或者家庭之间的关系 那么我想请 李师母呢 就跟我们有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整理 跟一个报告 你用这个 弟兄姐妹们平安 好高兴今天晚上看到 那么多年轻人 好像很久没有看到 年轻人的感觉 因为我们现在越来越老 常常发现在教会里面 热心的都是一些年长的人 我们真的有这种感觉 我们是因为在北美洲 我们都感觉到 像我们最近办的 这个宣教祈祷特会 已经办第十四届了 我们的感觉就是 看过来看过去 都是老人 老人在献身 但是今天晚上 看到好多年轻人 真是感觉到 神的活度有盼望 真是有人愿意起来 但是问题在这里 我们年轻对 但是神怎么样来用我们呢 神到底怎么样来用我们呢 今天晚上 我们在很多的题目当中 选了这样一个题目 就是把婚姻放在 我们今天的主要的内容 首先请大家想一想 可能不用想就知道了 婚姻从哪里来的 神所设立 婚姻是神所设立 神自己设立了婚姻以后 他对于婚姻的看法是怎么样的呢 在西伯来书是三章第四节 神所婚姻 人人都当尊重 有没有这样一句话 圣经里面讲的是 赞滴结铁的 婚姻是人人都当尊重的 今天我们中间有很多年长的人 已经在婚姻之中的 我们是不是尊重我们今天的婚姻 那么这样中间的年轻人 我相信你也会看重这个婚姻 因为你看到有一些 令你很羡慕的婚姻 但是也看到让你很不喜欢的婚姻 我们在做学生工作的时候 那些学生跟我们非常的亲 有人早上六点钟就跑到我们家暗里 我们就趕快看门 看是什么人来 哦 原来是一个 我们很熟很熟的一个 团器里面的企友 哎呀 怎么到的 六点钟就来辅导家做什么 林姐昨天晚上一个晚上我都失眠 我真是太难过了 就讲他交男朋友的事情 那时候我们就安慰他 劝他 最后他哭哭 哭着两个眼泪了 就在我们的面前 他说 每一次到你们家 我就想结婚越快越好 可是每一次 当我看到我父母在吵架 当我看到他们两个人在打冷仗 看到我家里面的那种不愉快的气氛 我就对自己说 我这一辈子不要结婚 我相信讲这种话的人 在我们中间都会有的 因为没有榜样 但是圣经上 神所设立的婚姻 是神所看重的婚姻 婚姻不但是给我们幸福快乐 婚姻更加是神的心意 而且是神圣的 极其神圣的一件事 所以我们今天就把 我们要讲的集中在婚姻的方面 我们没有时间把它讲到其他的部分 所以我今天所要讲的 特别要提到婚姻这件事的时候 我们回到圣经 看到神在设立婚姻的时候 他是怎么样做的呢 可能很多人圣经已经很熟 在《创世纪》第二章那里说 神看那人如居不好 就为他造一个什么 配偶来做什么 帮助他 神造一个配偶给这个男人 要陪伴他 要帮助他 所以神所设立的婚姻 是男女 彼此 合而为意 男女是不同 但是他们是相辅相成的 所以在神的眼光当中 如果你再去翻 马可福音第十章的话 你就会看到 圣经里面讲说 神造人的时候 他把人看成 夫妻不再是两个人 乃是一体的了 这在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九节那里 很清楚的 神的眼光 结婚的人 两个人不是两个人 乃是因为结婚 因为在神的里面 是合而为一 在神的眼光中 他们是一体的 我很喜欢英文圣经的翻译 有一本的翻译就说 They are no more two but one 他们不再是两个人 他们是一 我们中间结婚的人 我们能不能够感觉到 我跟我的另外一半 我们根本就是一 因为在神的面前就是一 一加一 还是等于一 一乘一 还是等于一 在神的面前 结婚的人就是一 所以婚姻是一个非常神圣的 你要怎么样选择这个对象呢 你要怎么样有一个美好的婚姻呢 怎么样间谍能够情深呢 这些东西我们都在年轻的时候 在还没有进入婚姻之前 我们就先要有所准备 有一位是专门讲婚姻的 当我们在读研究所的时候 讲到婚姻的时候 我们读他的书读的不少 蛮欣赏这位Dr.Sales 他就是撒尔博士 那这个撒尔博士呢 他特别讲一句话 他说当一对年轻人 他们在圣坛的前面 他们跪在那里 他们在那里经过牧师的祝福 他们在那里彼此发誓言 那个时候 他们成为夫妻的时候 他们并没有从神 拿到一栋已经盖好的房子 他们乃是从神 拿到一箱建造房子的材料 从他们结婚以后 他们两个人 一男一女 夫与妻 记得圣经上面说 一男一女 他们就从此要通力合作 照着神所给的婚姻蓝图 拿着神所给的 那个建造房屋的材料 去建造他们的房子 一点一滴的建 而且两个人必须同心 两个人必须努力 必须谦卑的征造 蓝图的方式来建造 所以我们的婚姻 不是一天结婚了 哦我结婚了 结束了 不对 结婚以后才开始 开始你们人生 神要怎么样 用你们 所以当你们两个人 在婚姻上面 能够有美好的见证 神才能够用我们的婚姻 用我们的家 来成为福音的光 今天我从早上 我们两个人就在 我们的同工们的聚会里面讲 早上先是李牧师讲到 同工与朋友的关系 接下来呢 就是由我来讲一个 很重要的题目 我为了这个题目呢 是当我们的长老 他点菜 说要讲这样一个内容的时候 我想到很久 我想到的题目是 夫妻良领 夫妻是什么呢 是终身配搭 侍奉的良伴 良是良好的良 伴是伴女的伴 夫妻是终身的 只有夫妻是一身 终身配搭 一起来侍奉神的良好的良好的伴侣 夫妻就是伴侣 终身的伴侣 在里面有好多要学习的 所以今天我们花了白天的时间 就讲到这一项一项 我们结婚以后 我们的家要是一个怎么样的家 真的是神所要用的 那刚才所讲到的撒尔博士 是我们今天要学习 每一对夫妻是要成长 不管你结婚多少年 你们的婚姻要成长 这个成长包括 你们的灵力要成长 你们的爱情要成长 你们的做人要成长 结婚以前是什么事都不做的人 结婚以后慢慢的开始帮忙做家事了 我们做人都会成长 那么我还要再提另外一个人 另外一个人在西方也是很有名的 就是Dr. Dobson Dr. Dobson呢 他有一次他就是去调查将近一百对的 结婚了二十年以上 而他们是婚姻美满的夫妇 他就要调查一个问题的答案 就是说为什么他们这么多的夫妻 他们是这样子的幸福美满呢 原因在哪里 所以我今天接下来更重要的 就是除了要讲到婚姻要成长 像撒尔博士所说的 造个神的蓝图 建造你们婚姻的房子 要不断的成长 要找对的对象 你们去慢慢的建造 越来越美 越来越好的婚姻 那么这第二个博士 这个Docon呢 他就是来调查 到底幸福婚姻的条件是什么 结果呢 他们这一百对 大家都在写 我们过了二十多年的婚姻生活 为什么人家这么羡慕我们 婚姻这么美满 所以他们就写 然后很多很多人的写的东西呢 他们就加以总和起来 然后加以分析 最后是我说奇妙的C C就是英文的ABC的C 这个他就提到了三个C 非常奇妙 这三个C是什么呢 我们接下来就会把这三方面 一个美满婚姻的基本的需要 从哪里来 第一个C是Christ-centeredness 是基督在家里面居守卫 有基督居守卫 是Christ-centeredness 出来了没有 还没有 就是主居守卫 第一个记得 我希望这样子 我们大家一起说好不好 主居守卫 让我们的主 在你的家里面是第一位 不管怎么样是第一位 我们等一下还会再多讲这个 请大家背下来 第一个C是Christ 基督也就是主 centeredness 他是这个中心 他居守卫 第二个C 现在已经出来了 是Commitment Commitment是什么呢 中文是翻译成全然伟生 我们一起来讲这四个字 全然伟生 第一是主居守卫 第二是全然伟生 第三呢 Communication 是美好沟通 美好沟通 就是说 我们希望我们的婚姻是美满的 我们希望我们的家是荣神艺人的家 我们希望我们的家是福音的灯台 但是这里有很奇妙的三个C 这三个C告诉我们是秘诀 是你们的婚姻能够美满的秘诀 所以我今天呢 我们要把这三个提出来讲 那么我先把很简单的讲 然后你不是还会讲更多 那么Christcenternus 主居守卫 太重要了 让主耶稣 在你们的家中 是排第一的位置 有一对夫妇 他们吵架吵得真的不可开交 而且呢 那个妻子 发现丈夫竟然有了外遇 她真的是觉得说 离婚算了 但是 她在那个时候想到 如果我们离婚 如果我们吵架 吵得不可开交 谁的这个脸丢了呢 是我们的主 是不是 大家都知道 我们两个是基督徒结婚的 他们都参加了我们的婚礼 看到我们跪在圣坛前面 但是现在 我们怎么可以这样呢 所以那个时候 就是他们两个当中 有一个人就想到说 主居首位 我能够让主在我们的婚姻当中 居首位吗 如果我为了这件事情 我就要离婚的话 主是不是居首位呢 所以就因为这样子 这一个吵架 慢慢的 他们两个人开始和好 慢慢的他们一起认罪 慢慢的他们开始饶恕对方 慢慢的他们再一次和好 以后他们的婚姻 能够继续为主发光 所以主居首位是太重要 很多人说 夫妻的婚姻关系 最怕的就是三角关系 对不对 三角关系 但是也有很多人告诉我们 基督徒的婚姻 就是一个三角形的婚姻 是不是这样呢 神在这个最上面的这个角 夫跟妻是下面两个角 当我们的婚姻关系 有主居首位 他在这个三个肩脚的最上面 他不但不是来 好像挤在中间 来抢国有中间的爱 他反而是保守我们两个人的婚姻 所以这个主居首位是第一个C 第二个C commitment 是全然的尾身 你把自己完全的尾身 在结婚典礼的时候 我们就跟对方说 不管是我们健康 或者是疾病的时候 不管是富裕的时候 或者贫穷的时候 我都愿意一生爱你 做你忠实的妻子 男的也是这样 对对方说的 这是你们两个彼此的尾身 但是很多人离开了这个结婚的圣坛 都早就忘记了 我们当初对对方尾身的话 有一对夫妻呢 她的那个妻子 得到癌症 当她得到癌症的时候 她知道她已经太晚了 已经到了末期了 她病一定没有办法的 这个病再下去 是会很严重的 所以她就有一天 就跟她的丈夫说 我不希望我成为你的重担 我希望呢 你就跟我呢 分开好了吧 你还有你还年轻 你还可以有前途 你不要把你的人生 就毁在我的身上 所以呢 我请求你 为了你的好处 你可以另外再去结婚 我呢 总之是会去世的 你知道那个丈夫 把她的妻子紧紧地抱起来 她就说 玛丽 不行的 我曾经在圣函前 已经说过了 我一辈子 您已经讲了 不管是健康的时候 或者病痛的时候 不管是富裕的时候 或者贫穷的时候 我都要做你忠实的照顾 我哪里可以在你 现在得癌症的时候 我离开你呢 所以她紧紧地抱着她 我这个时候 我更要照顾你 因为我答应神 我已经委身于你 婚姻 我们当中 第二个奇妙的C 就是commitment 彼此向对方委身 不是今天想到什么 就开始转念头 或者另外再去 喜欢别的人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 可能会花最多时间的 就是讲communication 就是这个沟通的问题 但是我们要的是 美好的沟通 是夫妻之间 要有美好的沟通 当我们去调查 许多夫妻 为什么会离婚 为什么会离婚的时候 我们发现有好几个原因 会使夫妻离婚的 后来最让我们吃惊的 就是说在那个防守 最严重的问题 是夫妻不能沟通 沟不通 或者一沟就出了问题的沟通 不会沟通 就成为婚姻的极大的拦阻 是婚姻的一个 使他破坏婚姻的一个 一个大的力量 所以呢 我在讲到这三个C 我们还会继续的在讲 夫妻之间的沟通 包括夫妻之间 最常发生的事情 就是吵架 我就要请我的 另外一半 李牧师来讲 感谢主 我就接受这样一个挑战 刚才提到 那个基督为中心的婚姻 那个三角形 请大家特别注意 这个三角形非常有意思 当夫在这里 妻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的主在上面 当夫和妻 靠近这个顶脚的时候 我们发现 那个底线就越来越近 所以我们就发现 今天在整个 我们夫妻的生活里 我不知道今天在座 我们有多少是 夫妻就是基督徒的 或者今天你来了 听说有这个题目 你把你的配偶带来 但是今天我特别 在主的面前 非常诚恳的 像刚才李师母 用神的话 给我们一些提醒 你试试看 让我们的信仰 让我们跟上帝的关系 先建立了以后 我们跟上帝的关系 越亲密 下面的底线 就越短 这是个三角形的奥秘 这三角形 给我们带来一些提醒 那么刚才提到 沟通 communication 真的 当我们发现 夫妻之间 有许多的问题 许多的危机 许多的难处 带来许多的悲剧 竟然是因为 夫妻之间的 沟通出了问题 我们从小就学会 讲话 对不对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就是常常 在说话的时候 得罪的对方 说话的时候 因为我们没有 小心 没有注意 结果破坏 人际之间的关系 我随便举个例子 今天早上 我也特别提到 有一次我自己 也在学 那个说话的功课 有一次我记得是 礼拜六晚上 我送李师母 在洛杉矶上了飞机 她要回台湾 那么她在 上了飞机以后 第二天礼拜天 我在一个教会讲道 那我去讲道的时候 她一看 御师 你怎么 三枪匹马的来 李师母在哪里 我脱口而出 因为那个时候 李师母还在太平洋的上风 我脱口而出 他们说 李师母在哪里 我说 在天上 在天上 我有没有说错 没有说错 因为她是在太平洋的天上 后来我看见 他们每一个人的脸色都变了 说 蛤 我们不知道 你不知道什么 因为你刚刚在讲 说李师母在天上 后来我看见她 那个样子 她不知道 我能够家里去 我说 她先走了 我说的话都没有错 我说的话不是事实 但是弟兄姊妹 你在讲话的时候 有讲话的技巧不是吗 所以求主给我们聚会 让我们在讲话的时候 真是好好的 知道怎么样能够选择 或者是有智慧的 去表达你自己 很多时候 今天已经到了 没有什么沟通的时候 夫妻之间 沟通出了很严重的问题 现在很多夫妻 不太讲话 只要把要告诉对方的话 写一个条子贴在那里 冰箱的门上 有没有 明天你要送孩子去干嘛 后天你要去买什么东西 不是讲话 而是把它贴在冰箱上 那有一天呢 这个丈夫呢 又第二天要上飞机 他就不好意思开口 跟他太太讲 说明天早一点叫我起来 免得我这个脱了班 没有办法赶上一个飞机 所以他就贴了一个条子在冰箱上 明天早上五点钟 请你叫我起来 他有没有些请 都不知道 叫我起来 结果第二天早上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他到了七点钟 还没有起来 结果发现他太太已经走了 我说七月都不得了 我跟你不说话 你跟我不交通 已经那么久了 竟然我拜托你 把这个叫我起来 这些事情都不帮我忙 他真的在生气的时候 突然发现 在他的 从那个枕头边上 有一个纸条 像写几个字 来一位 五点钟到了 起床了 有没有沟通 有沟通 沟通对不对 没有错 但今天沟通讲起来 好像 好像这个很普通 很平常的一件事情 但是求主帮助我们 接下来呢 我想跟弟兄姊妹 本来应该讲一些 正面的东西 你知道很多正面的东西 我们一点不需要 花什么代价 我们讲出来 就可以取悦对方 让对方能够 真实 让我们的关系 能够更上一层楼 其实很简单几个字 谢谢你好吗 真好吃 这些就是很简单的话 对不对 我记得这个时候啊 就想学一些老外 我们看到 这里有个老外在这边 他们老外 他们见面很喜欢讲 I love you 对不对 就是打电话 放一边 I love you 那个Joseph 学会这句话 说I love you 然后呢 你听到你的未婚妻 告诉你 I love you的时候 你回答什么 I love you too 那当他讲了 I love you too的时候 你怎么回答他 回答他 I love you three 已经变成没有意义 已经变成没有意义 所以我就在想 我们要选老外 不是叫他Honey 不是叫他Darney 不是叫他Sweetheart 我们常常要好好地 选择一些合适的话 来让对方了解 我们对他的爱 对他的爱 比如说 当我飞到很远的地方 我打电话给人吃 我怎么跟他讲 我说今天我来了 我竟然忘记 把你的相片 带在身边 你用怎么这样 一句很简单的话 你懂我的意思吗 你知道那个 那个你生日 听着多 多怎么样 很苦痛一句话 你不用说I love you 或者你告诉他 我到一个地方 碰到一个长老 叫这个吴长老 叫吴长老 他今天带我去吃 他吃了一顿 非常好吃的一顿上海菜 但是怎么吃 还是想念你做的菜 因为你懂我的意思吗 沟通不是说 你讲话可以说 他先走了 他在天上 因为在哪里有多个误会 所以讲话要选择 对着词 对着话 对着用词 我爱你 对不起 谢谢你 这一图是很好 但是 求主 让我们更 create一些的一点 让我想到一些 讲出来以后 让对方 心里面 觉得非常非常的 温馨 非常非常的 好像受用的话 那这个我想 大家都会不会 但是我今天要讲的是什么 讲到communication的时候 有正面的communication 有负面的提醒 接下来我要跟弟兄 整个一起思想 我们两个人这些年来 常常在所在面前 所想到的东西 请我们看下面一个 然后你们那边替我控制一下 这个已经大概太远了 没有办法 好 第一个 我要跟大家讲到 夫妻吵架十戒 圣经有十戒 对不对 对 这个夫妻吵架十戒 主要就是让我们能够 从这些负面的东西 提醒我们 应该怎么样 说一些合适的话 第一个请大家记得 当夫妻之间 两个人对话的时候 不要在大庭广众前争吵 很多说做丈夫的 没有智慧 很多做妻子都非常的愚蠢 常常在大家在一起公开场面的时候 大家公众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会不小心说了一些 不该讲的话而伤害到对方 特别是在众人的面前 你在那里 或者取笑对方 让他讲了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马上插嘴 你又来了 神转又又又又又又又在吹牛了 我刚说你 很多时候 kitchen 很多时候这些对方 心里就会会非常非常的怎么样 会非常不高兴 因为我们没有想到 我们要给我们的朋友 在众人的面前 不要让他下不了谈 很多时候我们说爱爱爱 爱到一个地步 我们刚才不是唱了爱的真谛吗 我们刚才不是唱到我们要爱主吗 我们刚才不是说 我们可以成为一家人吗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 求主提醒我们 让我们真实不要随随便便 当我们的配偶在发表 或者说说他的 要分享的东西的时候 你不要插嘴 你不要批评 你不要取笑他 如果你有什么不满意 或者对他有意见 回家在车上再谈 不要再当众让对方 对不起 让我再说一遍 让他下不了谈 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 当夫妻在一起有争吵的时候 不要在大庭广众前面争吵 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讲到这个吵架世界 我就告诉大家 我说我没有看到不吵架的夫妻 哇大家都在点头 只是说你吵得多一点 这个人吵得少 这一对吵得少一点 没有想到讲完了以后 有一个太太 我记得那个时候在新加坡 有个太太就跑来找 他跟着他的孩子叫我李哥哥 他就抓住我说 李哥 说你刚才在台上 什么东西我都从一度赞成 就讲得很好 但有一样事情 你说没有不吵架的夫妻 他说李哥我告诉你 我跟陈伯伯他叫自己 陈伯伯陈伯伯 我跟陈伯伯就没有吵过架 哎呀 我说糟糕 我说我讲到的时候 有的时候太夸张了 太不断 所以我说好 我说陈伯伯以后我一定会记得 说今天在这个时代 今天在这个世界上 很少很少不吵架的夫妻 他说对了 我们就是意外 他讲完就走了 走了一下陈伯伯跑来 陈伯伯跑来 他看到陈伯伯跟我讲一首话 讲一些话 他就问我 说刚刚我老婆跟你讲什么 我说陈伯伯刚刚才被太太骂 现在你又来骂我了 他刚刚骂我说 我刚才在台上讲 说这个没有不吵架 他说你们就是没有吵架 你知道陈伯伯说什么 他说看看 看东看西 看看太太不在 他说你哥 他忘记 他忘记 很多时候 我慰作他讲这句 他忘记了 给我很深很深的感动 他们不是没有吵过架 他吵架 他有很多的争执 但是到那个时候 他们夫妻的关系 已经到了一个地步 他们就忘记了这些事情 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 你要forgive一件事情容易 forget是很难的 forgive是很容易 当然 福费本身也不是那么容易 但当我们愿意在走到爱里面 来原谅对方的时候 常常我们发现 我们很难忘记 碰到一些事情 联想到一些事情 我们就会想到过去 我们所流的眼泪 想到过去 我们所受到的伤害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记得 我们不可在大庭广众前面争吵 我们看第二个下人 不可在大庭广众面前 也不要在儿女面前争吵 我非常非常诚恳地 提醒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 我不知道今天晚上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聚会 不是好像刚才我们听见 纠色在打话的时候 我们听见 刚才贾牧师在打话之后 提到说 求主让我们今天晚上 能够好好好 接受一些裴灵的信息 其实这些也是裴灵的信息 我们所说的裴灵 求主让我们是非常实际地 影响我们的生活 影响我们的见证 影响我们的侍奉的一些信息 所以我盼望 我们今天讲的这些 很实际的东西 能够提醒我们每一个人 特别是夫妻 特别是预备结婚 让我们千万记得 不可在孩子的面前争吵 你知道为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 在过去我们福岛的个案里面 有好多好多 经过了三年五年 十年二十年以后 我们发现父母亲的争吵 在儿女的心里面 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伤害 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 等一下我会提到 我们不要随便讲离婚 很多人后来就离了 但是没有想到你的离婚 你的婚姻的破裂 给你的孩子 可能对你们来讲 对离婚的人来讲 哎呀我终于释放 我终于自由了 我终于解脱了 但是你的不释放 你的不自由 你的不解脱 难道不能靠着主 能够弥补这些缺陷 偏偏就一定要用离婚 来做我们之间 一个意见不一样的 这样一个结论 弟兄姊妹 好了 你就愿意解脱 自由 就离开了 但在孩子的心里面 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有人做同事 所有这些离了婚的 这些个案 追溯到他们的父母 追溯到他们的上一代 上两代 很多都是破裂的家庭出来 我们没有想到 撒旦所做的工作 也是一代一代的影响下去 所以求主帮助 不要在儿女的面前争吵 你在儿女的面前争吵 你可能赢了你的争吵 但你输掉人的儿女 弟兄姊妹 原来我在主人面前 今天很多人是第一次见面 让我们夫妇从心里面 真是非常诚恳的 你如果真的要吵 忍不住要吵 拜托拜托 不要在孩子的面前吵 而伤害到他 所以呢 儿女是上帝给我们的产业 所以既然是产业 我们就应该在教养儿女的事上 学习做一个中心的好管 将用是产业 既然上帝把产业给了我们 我们就不能不好好地负责任 把我们的孩子带到神的里面 带到主的里面 所以第二个 不要在儿女的面前吵 第三 不要在对方的气头上来争吵 吵架 还有看他的时机的 很多时候我们吵架 在非常非常火爆的情形之下 常常一吵以后不可收拾 哭打 让我们再安静一段时间 我记得有一次在我们教会 你知道做牧师 假牧师 我们做牧师 有的时候很 真是很不容易 尤其有个弟兄把来找我 跑到我的办公室 那个时候我在波森当牧师 一坐下来 他丢了两张相片在我桌上 两张女孩子的相片 我说干什么 他说 李牧师 我要来求助于你 请你告诉我 我就告诉你什么 这里有两个女孩子 都是我爸爸妈妈介绍 他们在台湾介绍这两个女孩子 要我跟他们朝向婚姻的路上去走 我说 好啊 那你把这两张相片放在这里干什么呢 他说 请你替我选一个 都不是很难 你要我替他选一个 那个时候我就是那么笨 那么傻 那么单纯 就好好的问他了很多问题 他是什么地方人 他是老广 他是什么地方人 他是台湾 他的个性是什么 他什么学校毕业 他信主吧 等等 他父母亲在做什么 讲完很简单 就是在选这个吧 这个信主竟然那么听牧师的话 你真的就选了他 后来就结婚 而且要我跟他证婚 我告诉你 证婚以后 我可惨 紧张得不得了 是我跟他弟 知道吗 有时候 结婚的时候 我们在证婚 那一队年轻人 那一队新郎新娘 交换誓言 有没有 我动牧师就到了一个地步 就要跟他讲 说我李秀全 他要说我李秀全 不管健康 不管这个疾病 刚才讲 不管健康 不管疾病 不管富足 不管贫穷 我对你从一而终 什么什么时候 讲一大堆话 后来这对夫妻呢 正婚完了以后 隔了几个月吵架 后来那太太就跟他丈夫讲 说你忘了吗 几个月前 在婚姻的这个圣坛的面前 你亲口大家都听见 你要从一而终 你今天竟然这样 你知道他怎么说 他说我那天讲的话 是李牧师他说 他讲一句 我跟着他讲一句 从那天开始 竟然说 我给你一个建议 董事官在哪里 我给你们一个建议 以后请他们自己 写交换的事 我不是开玩笑 要让他们知道 这是他们在主面前的 一个心愿 然后他也许 他没有办法背得出来 但是起码 你背不出来 但是我要宣告 亲爱的弟兄姊妹 双方的亲人 接下去 他们夫妻要交换事业 他们交换事业 是他们自己写的 但是因为他们今天 做新郎新娘很紧张 所以我讲一句 他讲一句 去提醒他们 这些字 这些话 这些句子 是他们自己写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 所以当这一对夫妻 他们结婚了以后 我紧张得不得了 如果他们出了一些疲漏 我觉得我要负责任 每一个礼拜四 我一定到他家去吃晚饭 去看看到底他后面的结果怎么样 你知道在波士顿 以前有一个大的电脑公司 叫王安电脑 这些女主妇都在王安电脑公司 很高的职位 后来有一天去的时候 太太在 她都不在 后来我就很紧张 我就问她太太 你们结婚怎么样 你们结婚到现在怎么样 她说这个 时好 完了 下面不要讲 时好就好像 两个字不要提了 我知道她要讲什么 那我说到底发生什么事 她说 你知道 后来王安电脑公司关门 所以那段时间 他们很挣扎那些职员 她说常常上班回来 心情不好 心情不好 我们今天也不是这样 我们在外面有很多 碰到一些挫折 碰到一些 一些被人家的冤枉 或者等等 我们心情不好 一回来 看到 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有了孩子 你知道已经过几年了 两三年 孩子把玩具丢在盘地都是 然后这个障碍不回来 请求恶劣都不在了 全天这些玩具 不小心又拌了他的脚 回来就把儿子找来 左右开口打了一顿 所以天天晚上吃晚饭 就非常非常的沉闷 非常沉闷 感谢主这个做爸爸的 是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 他做了措施 他发了脾气 他知道自己不对 后来他谈到这些东西了 我就问这个太太 我说你怎么反应啊 你怎么反应 说我没有反应 因为我知道他那个时候发脾气 不是真的他 我感谢主 他说我知道不是真的他 因为那个时候他受到怀念的刺激 所以他这样发脱出来 所以我就没有跟他计较 哇了不起 他说李牧师等一等 故事没有完 那个时候了不起 我没有跟他算账 那天晚上他说 李牧师到了晚上孩子睡觉 我就跟他修后算账 我就跟他讲 某某人 刚才你回来的时候 你现在看你那个样子实在不像话 他的丈夫我刚才说是一个真基督徒 他自己发了脾气 他自己知道不对 所以他就非常 说太太不要讲了 不要讲了 我错了 不能说什么你错了就错了 他就开始正面的交通 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 就定了这个界 不可在对方的气头上争吵 当他在生气的时候 你再跟他吵 叫做什么 我上上的交流 这修主提醒我 让我们记得 我们在主的面前 我们难免没有意见不一样的时候 难免有心情很恶劣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暂时把这事情摆在一边 等到大家都冷静下来的时候 我们好好的共同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些我讲出来可能大家都觉得 这没有什么了不起 那去我做帮助我们 那我们真是从这些提出来的我们的经验 你一听就知道这是我们的经验 我们把它回答出来 我们看下面一个 不可在对方的气候上吵 然后呢 下面一届 不可翻旧账 不要在一起 有任何一届不一样的地方 马上就说 一看我看到你 就想起以前的女朋友 这个已经过去的事情 我们为什么要会做过去的事情 来影响我们的心间 为什么要过去的一些旧账 已经过去了 我刚才讲 我们forgive容易 forget难 所以这个功课 听起来很简单 但其实很不容易 因为主对我们的爱 只有主对我们的爱 是forgive and forget 人只有give and get 对不对 但是主对我们是 forgive and forget 我们很难forget 但求主提醒我们在 很不容易forget的情形之下 让我们不要去让这些旧账 带来我们现在婚姻的一个危机 弟兄姊妹 我知道我讲这些东西 弟兄姊妹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感受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在那里 到底今天你不是 你是不是在这里跟我们讲 我们这个间谍情深的这种婚姻 在负面 我们在许许多多人与人的沟通上 我们要怎么样来说 像一个不可搬旧账 不可牵涉对方的父母及家人 我一看到你就想到 你跟你的妈妈一样 虽然就最终成了 很多时候我们发现 有很多夫妻之间就是这样 你可以骂我 你不要骂我的爸爸妈妈 你可以气我 你不要把这个气 说到我的兄弟姐妹的身上 是我们的家不完全 今天早上我讲了两句话 我也把它提出来 送给你们夫妻之间的谈话的一个提醒 不要忘记我们自己不完全 所以我常常说 因为我不完全 所以我没有不被别人批评的自由 你不能批评我 但因为我不完全 我可以说你不批评我 因为你批评我的 刚好大概就是我的不完全的那一点 因为我的不完全 所以我们没有不被别人批评的自由 第二句话 因为我不完全 我没有批评别人的权利 夫妻也是一样 当我们在这里讲到对方的家长 对方的家人的时候 兄弟帮助我 今天有很多时候 夫妻之间闹离婚也好 闹破裂也好 吵架也好 常常就是因为 我们不小心讲到对方的家人 弟兄姊妹 这很要不得 常常有人说 咬不得 这是要不得 这是一个不好的一件事情 让我们学会尊重对方的家人 好 接下来讲一个 有时间的关系 不可以偏盖全 一概而论 你吵架 我们常常听到的一句话 你总是这个样子 我已经悔改了 我已经改变了 你还说我总是这样 你看 你讲来讲去 就是这样 你从来没有 你知道吗 有的时候 我们做丈夫的 有时候很生气 有的时候太太一步高兴 从来没有看过你 帮家里面做我一点吃 我煮饭还是要我洗碗 其实我就跟他讲 哪里 某年某月某日 我还喜欢吃完呢 那就把那些给抹杀掉了 很多时候我们讲话要小心 求主让我们被提醒 我们不要一概而论 不要以偏概全 你总是这样 你从来没有怎么样怎么样 你从来没有买过一样 像样的东西给我 你忘记了吗 我们到杀宝区 不是第一摊 第一次的咖啡 是我请客了 所以很多时候 用很多这一类的事情 求主让我们 不要常常不忘记 用以偏概全 来一概而论 把对方给抹杀掉了 下面一个 不可讲不能改变的事实 你怎么那么矮 这是他怎么矮 你怎么这样讲呢 你怎么搞得这个眼神 都看不清楚 人家本来就是见识眼 所以很多时候 这一类的事情 我们常常不做忘记 不要讲不能改变的事实 很多时候 你知道 一些会讲话的人 非常恶劣 他就会特别用 这样的一个 执着徒驴骂和尚 执伤骂怀的 这样来顺对方 常常我们这些 比较会讲话的 弟兄姊妹 今天也特别注意 我们很容易 就是用我们所说的话 来刺激对方 来伤害对方 来比敌对方 我们就常常用 不能改变的事实 来刺激对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在这方面 有很多很多的学习 我们常常在 明天下午 在主日成拜的时候 我也会跟大家讲 我们很多时候 活在承见的事实 我们活在 我们把那个承见 就变成我们夫妻之间 不能成为 美满的婚姻的 一个暗交 一个危机 时间很快啊 我们再看下面 不可大声 摇火 很多时候 我们越大声 就会生活别人 我很高兴 我现在年纪越大 我的耳朵越来越不齿 我现在要带 助听器 你知道带助听器的 好处是什么吗 我希望你师母不在 我带我再来讲 你回到家 如果发现 这个讲话 越来越紧张的时候 把助听器关掉 他的名字叫 林静之 安静的静 所以那个时候 我看上他 喜欢他 跟这个静有一点关系 你看 刚才他在这里讲 跟我讲都不一样 对不对 他叫林静之 我叫李草全 生日很大 但是后来 他生日越来越大 因为做妈妈 在厨房 忙了一阵子 要吃饭 怎么叫 大家都过来 儿子在看电视 儿子在玩电脑 丈夫也在说他的事情 所以他就 河东 失望 所以他已经不静 只有刚才在讲道的时候 很静 分身的温柔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不管静也好 不管我们不静也好 但是很多时候 在我们激动的时候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不要大声去摇脱 很多时候 你我以为 大声就可以取胜 只有把事情越搞越快 所以我也特别 鼓励在我们中间 刚才我听纠色的唱歌声 真好听 大声 我说 我要讲 吵架世界 你们有一件 就是要提醒 彼此提醒 我们可以把 大声拿来带大家 不要尝试 不要用大声 不要用大声来成为我们对话的一个方式 最后 不可压迫 大声压迫 像一个 不可动手 原谨 我最忍受不了 或者说我这个传道 可以看不起一个人 好不好 我不应该看不起一个人 但是我最看不起的人 就是打妻子的丈夫 打太太的那个男人 为什么 很多时候我发现 男人一动手 在神的面前 是一个不只是伤害到对方 伤害到下一代 伤害到整个家庭 最后伤害到他自己 弟兄姊妹 我们可能会有怒气 但不管怎么样 求主帮助我们 不要随便地动手 很多时候 我发现 为什么会动手 伤害到我们所爱的人 因为你在外面受的气 你在外面 你不敢在那里反抗 把所有的气 发泄在自己的家人身上 弟兄姊妹 不要以为基督徒 好像这一方面是免疫的 刚才老二唱一首歌吗 我们成为一家人 对不对 今天早上我也讲 很多时候不要忘记 我们成为一家人的人 都是人 都是谋恩的罪 都是软弱的人 都是常常会有毛病的人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这个三角形的里面 让我们尽量跟上帝的关系 更靠近 我有讲一个 最近的一个失败 给大家分享 我在今年六月二十号 我不会忘记 我跟我妹妹 我们的亲人 有一个电话的祷告会 那天我在祷告的时候 先有一些交通 我会知道 突然之间 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脾气 就在电话里面 把我的妹妹 大骂了一阵 骂完以后 我说不跟你们打告 当我要离开那个电话的时候 我就听到 我在加拿大的妹妹 因为我们是经过Skype 在打电话 听到她在对方 大哭 我就跑到楼上去 一个人坐在我的书桌面前 在那里 发门 突然声音光照了 声音感动 我觉得我实在不应该 除了我要向我妹妹 道歉 我在神面前许下一个心愿 我说主啊 求你让我在见你面之前 今天晚上是我的人一生里面 最后一次发脾气 很好笑哦 你知道我接下来怎么想 我说我一定不要再发脾气 因为过了大概不到一个月 我一个很要好的朋友 童工 突然在小环道 礼拜天在停车场 坐下来五分钟 就会添加 我说如果发脾气 年纪大 火气那么大 突然之间 脑冲水 突然之间 心机苟栽 我就跟 这位童工一样 一下就离开了 隔几天就要怎么办 这一次礼拜 然后我这次礼拜 有追溯生日 就好像刚才 我们的长老说 他是几年生的 又在笑人传奇 又在华骨灰 又在什么什么什么 我们的弟兄 现在走了 我们都很怀念他 他是在上个礼拜 什么时候 突然滑了一顿脾气 然后心机梗塞 然后心机梗塞 就走了 我说主啊 我说如果这样 我连追溯 你拜 都不能荣耀 你等你 我说主要求你帮助 这是上帝在我身上 所做的一个工作的方式 我不晓得上帝 怎么样改变我们的脾气 上帝提醒我 让我在见他面之前 让我能够把我生命上的这个污点 生命上的这个缺陷 能够在主人面前 能够改变过来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也很诚恳地求主 让你我看到 有一天 我们要在上帝的面前交召 特别是人性的关系 特别是上帝的那个角色 特别是做妻子的角色 最后一个 千万千万 不要随便说要离婚 最后一个 绝对不可贴离婚 很多时候 有很多人在气急败坏的时候 我们应该算 后来反悔 话说出来 伤害已经造成了 再怎么样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这次在祷告 彼此几年 这十条戒律 帮助我们 能够improve 能够帮助我们在夫妻之间 能够进入 间谍情深 这样一个美的见证 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 有很多很多方面 我们可以讲 今天晚上我们只讲到 夫妻的沟通 求主提醒我们 非常感谢主 今天让我有机会 我们夫妇 还有我的同工 王亮的长老夫妇 我们有机会参加 这个聚会 求主示恩 虽然现在时间晚一点 但是不要忘记 今天晚上要赶时间 所以我们多了一个钟头 所以我再大胆地 多花一点时间 宇宙心肠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王亮与长老师 请你到台上来 带我们做一个接触的道道 王亮与长老师 我们在 请你加入 电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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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